国家国中小的舞蹈社团是由一段爱跳舞的学生孩子 自己向老师提出心情才成立的 虽然社团成立也不够三年的时间 但因为这些孩子都对舞蹈很有倾注 不然自己很主动也很认真来联系 让他们在馆来很多比赛一直都有美败的成绩 你好风亚相信 总有一天这段学生孩子一定有机会可以站在全国的舞台 学生在到时来认真人事就舞蹈 他们就是国家国中小的舞蹈社团 虽然心里只有第第三档的时间 但是大家在团来比赛当中摔地都有美败的心境 整个社团成立至今三年 我们第一年在没有抵折情况之下就融合了夹凳 我们固定过程当中要以比赛为年度目标的话 老师就开始有一些计划 从平常他们的身体素质开始做训练 那我们第二年参加的是现代舞 那就获得了优等 透过不断的人是来到教育不足的所在 虽然社团里面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没有遗过跳舞的基础 来到学校就开始有接受 但是大家有完是都很认真 因为跳舞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也是他们最快乐的事情 每一次都上舞蹈课的时候都很期待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跳舞很开心 对舞蹈有了 兴趣的原因就是跳舞会觉得让自己心情舒服多了 跳舞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 就是跳完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有时候拉筋会比较痛 要忍耐 民宿舞蹈 现代舞蹈一直到最近 学生也开始练习巴雷舞 好方表示小团的学生是越来越进步 在你每一次的比赛当中 大家没有能够来检讨不足的所在 今时会来这集练习改善 相信有一天大家也一定有机会 可以来参加全国的比赛 其实我们每一年的线赛我们都会 就是小孩子他们自己也会定下一个目标 就是说我们今年要地级 对他们已经知道说 优等可能会有很多所学校 可是优等的第几名这个很重要 所以他们比完之后 他们会细到去比较那个分数 那代表就是说差距比去年更少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我们进步得更多 所以其实孩子他们心中自己有一个期许 有一天他们可以站上全国的舞台 因为一百人的国家国中秀 只会来創立舞蹈社团 社团里面没经十个位学生 没有对跳舞有了毛毛的幸福 而且也都有目标和望向 期待他们可以越来越进步 用舞蹈来带自己好好尽出公平 期待将他唱报道